CBA消息 浙江赢球被球迷炮轰 广杀或面临重罚 联盟保送浙江队 浙江队保送总决赛 北京时间5月5日 在昨晚浙江队与深圳队的第五轮比赛终于落下帷幕 深圳南篮在最后的20秒钟出现失误 最终浙江队以一分的微弱优势获得了总决赛的入场券 值得注意的是 浙江队的这次挺进总决赛是28年来的第一次 相当于创造了球队的历史 虽然浙江队最终拿下了比赛 但是在赛后很多球迷以及媒体人对主场裁判的吹乏尺度提出了质疑 在某网站上球迷给到的评语中 是态度出其一致地给到了差评 浙江队的每一位球员 甚至是没有上场的球员都被贴上了黑哨的标签 还有这些球迷直言 深圳队输给了浙江队加裁判队 输得并不冤枉 纵观全场比赛 两队的犯规次数直接打破了本赛季的记录 据统计深圳南篮和浙江南篮共犯规55次 其中深圳队31次 尤其是到了比赛的决胜局 现场裁判不约而同地加大了对深圳队的吹乏力度 开局28秒被吹4次犯规 就这样的吹乏尺度直接让现场的球迷都看不下去了 很多篮球解说也表示现场裁判的主场哨过于明显 深圳南篮主教练郑永刚看到这样的结果 更是气得浑身发抖 比赛结束之后一直在跟裁判距离力争 不过根据相关规则 现场裁判判定有效 比赛的结果即便是存在争议也不会更改的 广煞或被重罚 北京时间5月5日 根据联盟最新的赛程安排 辽宁南篮与广煞南篮的生死战将会在今晚打响 据广煞南篮随队记者的报道 现在广煞全体球员已经提前到达了辽宁主场 正式开始了场地适应性训练 值得注意的是 第四轮比赛结束之后 意外受伤的胡金秋跟随辽宁南篮一起回到沈阳 看来胡金秋的伤势并不严重 应该会在第五轮的比赛实现付出 在第四轮比赛中 辽宁南篮赢得并不轻松 绝对算得上是拼借的权力 在球迷都在为辽宁南篮欢呼呐喊时 广煞南篮却遇到了危机 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广煞将辽宁队全面压制 没想到在第四轮比赛中 王博存在很多反常举动 据了解已经有球迷决定实名举报了 除此之外 广煞还有可能面临处罚 当时在比赛结束之后 辽宁南篮球员离场返回更衣室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辽宁南篮更衣室的大门竟然被锁住了 刚刚经历完比赛的队员只能站在门口 等着广煞俱乐部的工作人员来开门 对于广煞俱乐部的这种行为 在球迷看来完全就是一种输不起的举动 谁都知道在比赛结束之后 更衣室是主教练和球员进行赛后总结的唯一场所 广煞俱乐部不可能不知道 因为耽误了辽宁队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 导致很多计划工作没有传达到位 据了解联盟对新疆此事也是相当重视 或将以业务工作不到位对广煞进行警告处罚 浙江队赢球遭球迷炮轰 北京时间5月5日 在浙江南篮结束比赛之后的8小时之后 浙江南篮并没有等到球迷的祝贺 反而是遭到了球迷在网络上的炮轰 很明显浙江南篮这次赢球并没有得到球迷的认可 虽然最后是深圳南篮输球 但是在赛后发布会上 主教练郑永刚的总结凸显大格局 为此很多球迷表示 深圳南篮输球不输人 至于为什么浙江南篮会遭到球迷的炮轰 并不只是浙江南篮自己的原因 其中还有现场裁判的推波助篮 如果五打一的情况还没有赢球 简直就有点不可思议 在季后赛开始之后 很多球迷并不看好深圳南篮 因为上海南篮被取消了参赛的资格 深圳南篮直接实现躺赢进入四强 虽然没有浪费一兵一足 但是因为队员缺乏对季后赛比赛节奏的提前适应 一上来就面对拿下广州南篮的浙江队 深圳南篮还是有很大压力的 不过让人想不到的是 深圳南篮竟然表现出完全不同于常规赛的气势 一度以2比1暂时领先 如果不是在第四节深圳南篮大议输球 深圳队早就可以拿下比赛了 第五轮最后的关键时刻 深圳南篮出现个人行为失误投靠不忠 最终与总决赛失之交臂